例子就是要建議有一個學生 你的朋友 不知道幾年了 你的朋友 他就有抑鬱症 這樣 然後你就要建議 抑鬱症有什麼方法可以跟進 就這樣了 你要給建議 去告訴別人怎樣去對抗抑鬱症 那一大堆之後 結果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跟老師說 一段 你跟社工 接著你怎樣跟老師 找老師求助 一段 接著你可能找父母求助 另一段 第三段就找朋友求助 即Friends 就是人物 有些事情就涉及 你又涉及三種人去寫 框架 要不然本來的同行就打算 一段就寫向印扣狀 然後下面就寫向父母 把那些人炒一段 那寫法不是不行 其他他沒有idea 其他idea 那個層面 分野不是那麼清楚 那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所以我們可以把所有的人物都炒在一起用的 再說一說一說 去做聯絡那個題目 你心中有數嘛 是吧 你要學一個叫做 你要訓練一個叫做 就是你又不可以太過快得來 然後又魯莽的嘛 是吧 所以我們就向下移一下 這樣 看八條新的題目 然後只是B 只是那個B部分 究竟你做哪一條 那又是計時啦 我就知道大家的時間 昨天大家也很快啦 那跟著呢 大家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捕捉那個主題 究竟是什麼 這要跟名詞的 如果用這個when ask的話 那後面是根據紙的 但這個句紙要留意 是一個陷入式的文句 這樣 陷入式文句 本來我不知道大家還記得沒有 但如果是 Why Why it is important to do something 這樣才算啦 好不好 如果這樣的話呢 你就要把動詞倒裝回的 你要把動詞倒裝回在原本的位置的 所以如果用when ask的話 你要留意後面是根據紙 跟你的文出來 後面是根據的 而那個文句的動詞是要倒裝 變成原轉句子的 如果就是when 這樣 各位同學各位留意 和重心段裏面的 Supporting Ideas 另一個例子呢 就是講個什麼debate team的 這樣 他說什麼debate team的好處 結果呢 那個同學呢 就不太想得到 但他想到一個原因就是 inter class activity 不是inter school activity 他説inter school的那個叫做 activity competition 那自然呢 就會有inter class的 是不是 有班制 就自然有效制 就有班制 那跟著有什麼好處呢 哦 那就自然帶動到 如果前面 他要介紹有什麼活動的 如果想到兩個活動的話呢 那自然的好處呢 你就可以對應那個班制的好處 那當然是認識多一點friend 他説明什麼expense social circle 跟著如果是效制 就認識多一點外面的朋友 但是留意 你認識的朋友是什麼朋友 是high achievers 是不是 是不是 School的high achievers 和外面的high achievers 所以你要 靈活這樣運用的那些人呢 這才是 普通的students Expense social circle 你一定是不同了 是不是 你要know more high achievers in the school 甚至呢 他們 make different aspects 那些high achievers 都是不同的 expect的嘛 所以我就說的就是 當你想到 inter school那時候 如果裡面你閃過 inter class的話呢 你即刻呢 就有一個明顯的層次 到時可能帶動你到下一步 另一個呢就是 那他那一刻就好像想不到 anyway 有一個字 有一個字 就是collective memory 那為什麼是collective memory呢 結果就很難想 啊 接著我就想到了 麻將呢 他就說免費消遣 你就是什麼 你跟什麼人玩 跟家人玩 好了 當然是跟朋友玩 跟同事玩 以前是跟同事 一直在放工之後玩的 那你有一些 好了 跟同事玩 是邊玩 玩很長時間 麻將是玩很長時間的 你邊玩邊聊他 是不是 那你跟公司 就聊公司的有趣事 是不是 跟家人聊 就聊家人的有趣事 跟朋友聊 就聊學校的事 那些電影就很飽滿 最重要是增進感情 是不是 所以就是了 你一講到例子 一出到一個人 自然就會想到 用時間性去寫 是不是 用人物不同角度 或者用不同地點 或者不同時間 不如這樣會試看 看誰出來了 這個就是以上 就是剛才 昨天比較 我引起比較深刻的一個idea 然後我補了一個字 就是我看梵文 昨晚我回來看過梵文 有一個字挺好的 普通的香港人 就是an average Hongkonger average這個字可以 是平均 是普通的 an average student an average student in school 然後我看到一個字 是社會氣氛 社會氣氛 如果同學已經認識的話 原來可以是社會氣氛 是一個叫做 negative 還是 positive 接著 下一點要講的 就是這一點 Hongkonger 真的可以 可以 但比較厚語一點 厚語快一點 接著下一個 就是我們說 今時今日 是一個知識型的社會 你可以知識型的社會 knowledge based society 或者knowledge based economy in the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創新 是創新 innovation 是一個重點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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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新idea的人 就會 有很大機會 much more 多很多的機會 就是可能性 會成功 那這個呢 當然是針對 那個叫做 針對的工作 到時我會再整理一次 大家要背 大家要背 不用擔心 大家有些印象 看不明白他 到時 最後一次 就印一張給大家看 報索他 我說欠科技 我撿過科技出來 今時今日 科技發展迅速 是吧 Technology advances 接著呢 分享經濟 洪活發展 have grown rapidly 騙托全世界 throughout the world 是吧 每粒字都是恰當 這樣 那我經常講一些重點 阿翔 那個 Technology 那時候 你可以加一句 就是 隨著 隨著 科技的發展 然後鬥 後面可以跟 這個隨著科技發展 就這樣 S已經是解 S是一個 當的意思 是 S有當的意思 是嗎 隨著有科技發展 說 接著呢 不是 我就是想說 想說前面的意思 那就是了 隨著科技發展 就是這個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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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Advances Progresses Progresses 有幾加s Advances 是比較多些 Progresses 都ok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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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形容詞 形容詞 World-wide 是 popularity World-wide 是形容詞 我先說重點 再下去 就是這個 The proposal does not Advances 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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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 problem 核心問題 Problem 主要問題 Core problem Advances 主要問題 所以大家說 Not a sustainable solution Sustainable solution 是甚麼 是 你知 有些解決方法 你是要 問題不定出現 你不停地去 壓住問題 你需要投放資源 Sustainable solution Advances 主要問題 Advances 主要問題 I want to think of Sustainable solution to solve the core problem to address the core problem 每樣市民 他現在就有娛樂性 沒有的 Entertainment value Entertainment value Entertainment value 很少我們有 Entertainment value 不知為何 Entertainment 不會放到這裏 通常我們 中文人說 好像有娛樂價值 通常又是甚麼呢 就是教育價值 文化價值 文化即歷史 文化即歷史 OK 那個叫做 物質上面 身體上面 的價值 Value的價值 經濟價值大家知道 環境價值大家知道 因為這不是環境就是經濟的 通常是這樣的 然後教育 最常見是這三個 他就說 You have 甚麼 value 當你捕捉到兩個 value 例如彈塔 Eter have cultural and economic values 這就可以說 Culture for As for cultural value 那就講例子 Moreover Regarding the economical values 就講第二點 是嗎 是嗎 所以我覺得這一句 是很好 用來做一個 叫做 一個 同心句 下面再下去 慢慢讓下去 講 有 point 然後就總結了 Therefore the snack hav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s are important for us are important for us i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perts 轉換一些字 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 是可以用來捕捉的範疇 那這個就是 萬一大家真的可以用得到 sharing economy 的話 你就想一個 Airbnb Airbnb是很有名的 就是分享經濟的 那個叫做 先鋒利 你可以背了這一句 就是說 外國人有自己的屋 他經常都會度假 那我多一間房子 就租出去給那些 叫做 旅遊的人 因為你知道 租一間房子很貴 1000元 基本上你去外國的話 所以 Airbnb 就是一個 分享經濟 共享經濟的 這個說話很好用的 The best known example of a company in the sharing economy is Airbnb 好嗎 Airbnb B 其實第一個B 就是解決那個 叫做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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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Preferenced 這樣 Bed And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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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就是 外國很流行 歐洲的人 人家住不起酒店 就住在人家 人家就給你早餐你吃 給你一個床睡 給你一個房間睡 以一個 維生 安全 整潔 完全不是說豪華 不是說配套 民居通常 附近都比較方便 因為既然都是民居 民宿 對 現在變成民宿 因為賺到錢 很多人去了 就是這樣 這就可以說 這就可以說 For example Airbnb 一彈出來就馬上 猜中 Market leader Market leader in the industry 波鞋很明顯 Like is the market leader in t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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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rt in the sport in the sport wear industry 他呢 喂 帥哥 你呢 做了一百年 你做運動服裝的 運動服裝 如果他用了這一句 就精進了 好嗎 Nike is the market leader in the in the ethnic leisure wear industry 好 那我就說 很重 任你玩 總之下面一句 Market leader 市場領導者 跟著這句 這個就是Rosen 他曾經寫過 跟著我就 收拾過一次 生活在快速節奏的社會 香港那些人 需要投放大量的時間和精神 在學校和工作上面 在一個 時常有壓力的狀態之下 長遠來說 這種這樣的 筋皮力進的 生活方式 是會呢 負面地影響 他們的 身體 和精神的健康 因此 笑什麼呢 因此 電影 又或者去Sky Eleven 又或者去 去退化老人家 就提供一個 提供一個 尤其是 提供一個 很 可以負擔得起 又方便的 來源 sauce 或者activity 給 市民大眾 去 去娛樂自己 和釋放壓力 哇 哇 什麼都可以了 到時都可以了 任你去 大家 阿Sir 你剛才 說完那個 你說我可以用那個 Nakki 是market leader 我就 就是 我之前用過一句 我 我用到出來一句 我覺得挺好 在 法文裡面有的 但是 despite being more expensive the fashionable goods do have higher quality and network design 是 那一句你可以加下去 這個都是幾百大 是 你介紹了 一個個服裝人 就可以做 一接 dir 和你做 而且有時 不用一個整段 這個腰 你很容易 這是的 一個重心 νε Irish 所以他4 他的重心 也好 可是他弄有著 每一段加到一句 充鎕你這種 記憶法 那個非常有趣 since 然後你可以在 Plato 就是昨天講的 那個重心句 昨天講的重心句 就是apart from all 这句 among all the reasons among all the benefit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that 下面根据句子 apart from the first benefit 下面根据句子 好了 你知道 句子裡面分兩句 通常就是 例如atat 蛋撻才算 不知什麼 我們砌動心句 你把主題放在這裏 通常放在這裏 後面就放在 very important atat is very important 或者是 apart of hong kong culture 下面就說你的論點 所以你的思維是這樣的 我砌動心句那時候 當然好 你突然間有好idea 你就不用想 不用煩 抓這些idea 但沒有idea那時候 就是無中心的 記住 前面通常先下主題 下面就試一下 量度後面的point 如果量度不到point 通常是解釋原因 原因通常是價值 教育價值 娛樂價值 令你relax 他們減少壓力 經濟價值 創造多些機會 環保價值 令到環境更加好 其實下去 你們之前 好像說 LS 有些什麼 社經 什麼環 沒錯 所有的事物 尤其是講現在 我覺得幾個題目而已 debate 社會議題 運動 通常都是跟健康的關係 下去都是這堆東西 同幾個層面去講 一定有好處 所以剛才我講的 什麼寫經 什麼環 就是類似 那個culture education 你總之要抓 怎麼抓出來 考試 我們不是要你在這麼高壓力之下 時間這麼壓迫之下 創一個很美 很深刻的idea 是不可能的 你只是需要 答到題目 不要理會 斷落夠飽滿 規模 沒錯 你只記得他三個範疇 內容分 接著 language的分 和組織分 內容分 要去到很高級 才講到什麼呢 講到什麼創意 講到什麼 唉 那些 我們不問大家試 我們在自勁壓迫之下 做完那個技術 應該用這封三個東西就夠了 不是這封四個東西就夠了 那跟著呢 我們講完剛才的重心句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主語 要捕捉 已經題目給你的主題 Athas are 後面就是這個point 你怎麼砌 自己想 待會我們再給大家試 其中一件事 有時呢 有時前面 沒有什麼point 或者後面沒有什麼point 你說Athas are good 那你寫不出 大哥 同心去寫 Athas are good 你自己送自己死 是不是 你自己下不了手 是不是 有計的 當Athas are good 你下不了手 我們幫助大家 首先呢 你用個量 你發覺呢 這個人 可不可以開放學校的運動設施給大眾 有一年的題目 是這樣的 可不可以開放運動設施給大眾 那運動設施呢 就是已經有了 題目已經給了你了 那你下方就講一下 那你下方就講一下 那運動設施很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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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給了你了 那你又加個量 給他 The majority of the 什麼什麼什麼 或者是 什麼什麼 你加個量詞給他 Several 是不是量詞 那根本上那字 不同 還有另外一個量詞可以用 Different 什麼什麼鬼東西 好像可以 好像是量詞 有數量給他 那好像豐富了那麼多 Numerous的意思 等於深 等於Number 你知道Number Number 那就是Numerous 等於深 那意思 那是厲害一點的 Numerous 等於Serval Serval比較淺一點 Numerous比較深一點 OK Numerous 說完數量之後 那就自然說了 那種質素 是吧 你可以用一些 不同的形容詞給他 一會兒 我們會針對這些 會說 怎樣給一些 有時候 想不到形容詞 下都只有good字 沒有其他 那我們有辦法 所以你用量詞 The majority of 或者是high quality 可以捕捉 令前面那裡 更漂亮少少 或者令後面更漂亮少少 跟著 有時候 如果你前面想不到 怎麼辦呢 我想不到 甚麼特別量詞 也想不到特別用詞 後面拼 拼搏 運動設施在哪裏 在甚麼地方 在甚麼地方 在甚麼時間 在後面 用戒詞拼搏 那就是長了很多 Support facility in the school campuses 學校的那個叫做 學校的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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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就是 校園就是campuses 跟著 跟著那個灣差 連續兩個地區 用戒詞去拼搏 將名詞定位 究竟是哪一區 哪個範圍 哪一段時間的東西 戒詞可以這樣用 這樣就不會那麼肉酸 對不對 就是這樣了 所以我們以後 我們要寫重心的那個時候 你在原文抄那個主題 加些東西上去 量詞 應用詞 如果沒有的 在後面搏那個位置 用戒詞搏去 讓它豐富一點 這樣 這樣 好像會很厲害 最後一種 我昨天看很多藩文的報告 很多藩文是用一種叫做 動命詞 做主語 例如 Covering hiking trails with concrete path is 不知道什麼 什麼 很多時候的動命 開始 當你什麼想不到 你再試一下 可不可以 最後一個方向 將行為 變成主語 對嗎 例如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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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喜好 可以這樣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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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和 可以這樣說 ... Opening school sport facilities to the public 會 create 通常這裏有得抄 在原文那裏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方向去組織重心 即時有沒有些甚麼問題呢 沒問題 那我們就來了 好了 大家將自己上次作的那個年份 退後一年 然後再開始解決 解決題目之後 你解決題目之後 你不要按自己的計時鐘 停一停 拍張照片 我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我比較快一點 大家麻煩傳授 那時候記住那個上面的方向 不要經常被上面打歪 都怎樣看 上面的方向就正一點 不應該插著 OK 好 大家現在自己開工了 好 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